他18岁被迫离开校园 原因是好动 他72岁在基神病医院治疗 原因也是好动 他呢这是怎么了 和气时光正在为您播出 根本停不下来 空闲的时候 萱萱经常趴在自己的小床上玩一个平板电脑 他的平板电脑有些特别 上面缠着厚厚一层胶布 屏幕也都是裂的 玩电脑时 萱萱总是抱着一个厚厚的被子 将自己的左手压在被子下面 通常情况下 18岁的男孩大多比较好动 萱萱也不例外 不过 另外的是 萱萱却因为动作太多 而让家人感到苦恼 您看 萱萱的家里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 他自己的手脚也都是大大小小的伤痕 难道是萱萱的好动是有暴力倾向吗 萱萱的妈妈说 萱萱小时候非常乖巧 每学期都会拿回家很多奖状 书桌上也堆满了萱萱的获奖证书 可是九岁之后 情况就反过来了 萱萱就经常因为影响课堂纪律而被请家长 作作业的时候 拿铅笔 想写写写写 出处 扔上头去了 还有个接住了 这种动作 上课的时候 只要一写字就那样 老师一看他老那样的 你说同学就老笑 他一扔铅笔挂还有个接住了 同学就是根本也上不了课了 俗话说七八九邪死狗 难道说孩子大了越来越淘气了吗 妈妈在生气之余并没有在意 只是教育孩子要懂礼貌 守纪律做个好孩子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萱萱的情况更加糟糕 手脚总是不自觉的抽动 还经常会发出一些怪声 这不但影响课堂纪律 还让很多同学开始讨厌萱萱 萱萱却跟妈妈解释说 她不是故意的 自己根本感觉不到肢体在动 眼睛看到自己的手拍在同学身上时 才知道打扰到别人了 为什么萱萱会说 感觉不到自己的肢体在动呢 萱萱妈妈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在医生的帮助下 萱萱说了实话 之前上围棋班的时候 和几个小朋友发生争执 他们用跳绳勒住了萱萱的脖子 萱萱当时很害怕 回家又不敢说 不久之后就出现了一些多动的情况 更令人震惊的是 医生居然诊断萱萱为 抽动会议综合症 医学解释 是指以不自主的突然的多发性抽动 以及在抽动的同时 伴有爆发性发生 和会议为主要表现的抽动障碍 但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由于当时萱萱年纪较小 又没有什么好的医疗办法 医生建议保守治疗 坚持吃药的萱萱动作幅度确实变小了很多 又可以重新回到校园学习 不要想 几年之后 本以为能够好转的萱萱 抽动的幅度又大了起来 每间隔几秒就要抽动一次 跟人交流时 手脚会乱动 因为萱萱个子高 体型又壮 手脚乱动时看起来极具攻击性 此时学校也只能劝萱萱退学 彻底的就说离开学校 他回来也哭 回来说妈你看 我同学全都上学过 我没有学生 他自己天天哭 天天怕窗户这 窗户往下看 因为他有好多同学 住在那楼里头 妈你看他们都放学过 就没有学生 那一说 他爸也更好 离开学校的萱萱 无所事事 颇有音乐天赋的他 邪爱上了吹笛子 经过客户学习 他还拿到了考级证书 可妈妈却发现 笛子上一排排洋艺后 狠心恶杀了学习的爱好 再后来就是严重了以后 他就是磕牙 笛子牙印有磕的 再后来就是往眼睛上戳 我就不敢让他学了 就后来就停了 他怕他不敢看 他爸一看着他 难受下楼转起 要不看我儿子难受 可怜 真可怜 学上不了 晚上整天吃 天天喝药药 药药一碗一碗 没成想 萱萱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抽动几乎停不下来 就连普通的走路 萱萱都十分的吃力 每一秒都像要摔倒 这让跟在后面的妈妈 心惊肉跳 最让妈妈心疼的是 萱萱的手脚 经常被磕破出息 就连牙齿都被磕掉了 心酸的父母 只能到处求医喂尿 懂事的萱萱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无论打针还是吃药 都不曾有一点抵触情绪 反而安慰着妈妈 从来不是我骂我疼 我不做或者什么的 他都跟妈没事 我扎完了就好了 就我儿子反过来安慰我 这点确实 你都没见着好疼 每天扎得像要刺人似的 他说我妈没事 我不疼 就那种的 一打完一药 扎完一天 一天扎完了以后 是脑门的 这都出血 扎完都出血的 回来又喝药 妈没事 我扎完就好了 没事 现在的萱萱 最喜欢抱着平板电脑唱歌 这也是她唯一谨慎的 一个爱好了 唱歌时 萱萱神情非常的专注 眼神十分纯净 手脚的抽动也会少一些 因为抽动症 萱萱抱着电脑时 经常会磕到自己的头 所以她还在平板上 做了一个防磕装置 就是在电脑上 缠到很厚的胶布 这样就会减轻 磕在头上的力量 当你老了 走不动了 路火爬到的回忆青春 秦荒岛的李大爷 跟萱萱的毛病有些相似 却又不尽强 李大爷的洞 属于造狂症的范畴 您看 七十多数的李大爷 外表看上去精神饱满 目光也炯炯有声 完全看不出是一个病人 只是动起来 却闹了个烈 我去喝啥 我去耍饭 把我说 干了 最朝才 一边开始洗衣服 一边蹲着地 这边 吃菜做饭 啥也干 啥也能干 这样开玩笑 这样开玩笑 哎呀话特别多 你要走到屋 不走 不是说一天 说不完 哪怕是住在医院里 李大爷也闲不下来 见到人就不停地说话 不打针的时候 就在医院的走廊里 踢正字 脚踢得老高不说 嘴里还得唱个歌 别看李大爷如此兴奋 有时候李大爷 会突然变得安静 我第一个脑子 还不知识 不知识 你说一话呀 我求求你行不行 你说一话行不行 不说 一天到晚一句话不说 我在家 我老板一天到晚 一句话不说 早上早上烦 老板我突然跟他快了饭 吃饭 我老吃 吃了就往来饭 都不同 饭我就不饭 饭我也不饭 饭 你不想吃 当然弄吃 没饭的感觉 李大爷退休之后 精神状态就有些反常 甚至还发生过 吞药自杀的情况 幸而家人发现的 及时抢救了过来 才没有酿成悲剧 那次的事情 可是让家里人 非常的后怕 当时李大爷 竟然吃了 一百多片安眠药 我老板早睡了 他把门离关 我把门离关 我赶紧把那衣服开 十五盒都打开 人人满床都是 药喝的 我把那药喝的 碰到 碰到 倒嘴 倒嘴 一口两百多 一百二十天 我喝了一口 我说你以后穿着干燃气 往那儿也弹 我当了死 死吧 到另一个天上去吧 不在这个世界上凹肩了 这样的李大爷 让家人十分担心 走访了多家医院进行治疗 甚至在精神病医院 也住过一段时间 但是都没有明显的改善 在北京301解放军总医院的 功能神经外科 医生很快组织 那么抽动症的表现 就是不自主的自己抽出 抽动 然后会有一些 比如说攻击行为 像手伸 这些打人一样的 还有一些 是这种强迫的示威 或者强迫的行为 这类的 所以它是一种精神 运动精神合并的一种疾病 我们的治疗方式 是通过脑深部电刺激的方式 脑深部电刺激 就是把这个电机 两个电机放在脑内 就是通过刺激某一个核团 来改善 它的这种环路的异常 也就是我们通过 病电机记录出来 它在有异常方便的地方 然后我们给它刺激 来感染的症状 亲人推荐 宣旋也住进了 北京301解放军总医院的 功能神经外科的病房 知道自己病情 可以改善了宣旋 特别高兴 等待手术排期 做脑深部电刺激手术的病人 最关键是电机放在哪 才能治病 为了精准计算 置入电机的位置 术前会给病人头上 带一个立体定向框架 带框架的过程中 病人要保持清醒 且不能乱动 否则 一旦框架没有带稳 或者是带歪 都是非常危险的 宣旋在做核子检查时 就特别吃力 甚至差点需要全身麻醉 才能完成 这样的宣旋 如何能够到得了 立体定向框架呢 不单单是 宣旋要面临这样的难题 上了岁数的李大爷 也让医生十分的为难 因为考虑到 李大爷的身体和年纪 医生决定 用立体定向的射凭 毁损数 来治疗李大爷的病症 简单的来说 就是将病变的核团找到 通过电极热能 阻断其环路 来达到治疗的效果 但是 这个过程也需要安装立体定向框架 来帮助医生找到病灶的位置 早期我们做这种脑起搏器的植物 还有像脑里面病灶的回损 那些脑电机的植物 我们都用一些框架的方法去带 框架也就是说 病人必须醒着 这样头上带一个金属的框架 就有点像那科学怪人或者像那种超人一样 然后带着这个框架 病人还得带着头架去做CT 也就是说带着头架 还得走来走去 满世界跑 其实一个有很多病人 他会很有恐惧感 他不敢 他觉得哎呀很怕 另外一个病人 有些病人觉得怕痛 然后还有一些小孩子和老人 他不配合的时候 他是做不了这个的 就萱萱和李大爷的目前情况看 带框架的方式根本行不通 可是如果找不到病灶的位置 贸然进行手术是不可能的 那么他们就只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吗 功能神经外科的医生们经过讨论提出了一个方案 可不可以采用医院新引进的Rosa机器人 给他们做手术呢 其实我国通过医疗机器人辅助医生手术 并且获得成功的病例已经很多了 但脑外科使用机器人辅助手术 由于更危险 病例很少 医院决定萱萱和李大爷的手术将由机器人给做 他的精准度更高 我们宽家的精度是一个毫米 他的精准度呢是0.5到0.7个毫米 所以更高一些 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准确的 这个脑部这种功能神经外科这种手术的话呢 就更加精准 手术时间缩短 也就意味着麻药和监测时间都会缩短 费用也自然会减少 这对病人来说也算是一种福音 如果我们用LOSA机器人之后把手术时间缩短了 那手术时间短也对家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不知道其实有很多人家人在手术室门口等待是一个非常漫长非常焦虑的过程 他如果时间越长他不知道病人在里边发生什么事非常担心 那时间短了之后他就没有这么紧张 他就会觉得啊我各方面病人恢复得非常快 对于家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安慰和情绪的舒缓 也让他们更放心 萱萱妈妈和李大爷的家属都决定接受医生的建议 不受框架的束缚 他们很快被安排了手术 而且被安排在同一天 由于萱萱的手术比李大爷的繁琐 医生决定上午先为萱萱做手术 恰巧手术的日期定在了萱萱的19岁生日那天 萱萱的父母以期望手术之后给儿子带来的是重生 手术室里 医生要在萱萱的主机上再次仔细认真地核对着所有的数据 确定电极介入的位置和深度 手术开始了 萱萱机器人的手臂开始摇动 将红外的点准确地投射在病人的脑部 医生在红外的位置上开一个小洞 然后将电极植入 整个过程中病人的窗伤面非常小 电极植入之后开始进行数中监测 电脑上的频率就是宣宣大脑异常放电的情况 这些花花绿绿的数据正是对病人病情监测的关键之处 那么哪个部位更能对于它症状刺激更有效 那我们就需要通过微电极记录的时候把它这个信号记录出来 因为这种神经元信号是看不见摸不着的 只有通过我们手术中的时候 我们通过很细的这种微电极 就把这神经元信号给采集出来 采集出来我们给它做一个初步的这种分析 看看它哪个地方是放电最多的 还有哪个地方是引起它症状的 那么我们把大电极也就是刺激电极 直接就放到这个部位 可以明显地提高这种刺激的效果 所以这个呢这种术中的监测就非常的对于病人的改善情况就非常好 都说病在儿身痛在娘心 看着儿子被推出手术室的那一刻 等在门外的妈妈卸下了焦虑的心情 跟着医生们将萱萱送往监护室 李大爷的手术过程并没有萱萱那么复杂 从监护室出来的第一天 医生就来到李大爷的病房观察术后恢复情况 因为年纪较大 李大爷恢复的没有那么快 查房的时候有些失睡 但这并不影响术后的效果 休养之后的李大爷 精神状态会慢慢的有所改善 反倒是萱萱术后有了很大改善 医生来查房时候 萱萱正挽着妈妈的手在医院走廊里散步 看着这对幸福的母子 医生们的心里非常欣慰 萱萱平时就喜爱整洁 就连在病房里也必须把被子别好 术后的萱萱抽动情况改善明显 之前连吃饭都相当困难的萱萱 如今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安静地坐下来吃饭 当医生来帮他调控开机的时候 萱萱显得特别的着急 一直让医生帮他快点调好 因为他还要去实现他的愿望 我真的想对妈说妈我爱你 我其实看着我妈每天照顾我特别辛苦 就难怪倒点水 也可以帮他做一些分担一些事情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应该是创伤更小了 手术效果更好了 精度提高了 那么避免了一些负损伤 所以说他这个获益是最大的 救护车急促地停在医院的急诊室门口 车上的老人被医护人员接了下来 据了解老人姓张 突发脑穴需要紧急救治 平时他没有子女在身边 独自一个人生活 发病的时候 他正和一群老邻居在打麻将 张大妈的儿子李鹏在北京上班 工作太忙 一年难得回武汉一趟 他的女儿李小娟倒是在武汉上班 可是由于有自己的生意 大小也是个老板 平时也难得有时间陪陪张大妈 这天当他们接到邻居的电话 交集地赶到医院的时候 却瞬间惊呆了 他们的突发脑穴穴的妈妈 竟然不在病房 张大妈不见了 医生护士所有的熟悉的人 都帮忙买医院的寻找 病房的脚脚落落都找了 却依然没有发现突发脑溢穴的张大妈 七十多岁的妈妈去哪里了呢 突发脑溢穴的她会不会有更严重的事呢 李鹏和妹妹李小娟不敢继续想下去 正在二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突然一个念头涌上了李鹏的头 果不其然 一会儿在医院旁边的这个小区里的棋牌室里 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妈妈 张大妈正在这里派人家打麻将呢 妈你在这儿找你早半天了 得了得了得了 你出家的人怎么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呢 有跑了就来了 回个回个回个 好 好 你们都快去 张大妈看着儿女们都回家了 还让她们鸡身这样 心中生疼起一股愧疚 并答应她们回医院继续观察病情 并沉默住院期间 再也不去看人家打麻将了 张大妈自从年轻的时候 随单位来到武汉工作 一待就是四十年 她有一对儿女 儿子李鹏和女儿李小娟 1998年 因为城中村改造 她搬到现在的小区生活 没想到 这一住就是十七年 在一起久了 邻里社外的街坊们 都发现张大妈是一个特别爱玩的人 喜欢把时间花在麻将桌上 还经常因为打麻将出错 而跟朋友们打起嘴巴官司 不仅如此 打麻将的时候 张大妈特别在意输赢 赢的时候 情绪高亢 手舞阻挡 输的时候 情绪低落 远天尤人 一会儿激动 一会儿萎靡不振 捨得周围人的小心脏 呼起呼落 紧张不已 那天 就是因为胡了一把大胡 张大妈太兴奋了 以至于突发脑溢血 被紧急送往医院 时间过去了一阵子 张大妈终于出院了 医院的大夫千叮咛万嘱咐 要张大妈注意休息 不要做过于激动的事情 回到家里 李鹏和李小娟 便和老妈商量 希望妈妈借到麻将 没想到此话一出 瞬间惹恼了张大妈 为什么不让大麻将 我身体好得很 不要你们还 我们在外地 我怎么顾得上你呢 你这样的话 我们怎么能放心工作呀 是的 我们都赶回来了 我人喜欢大麻将 你们又不乱 非要让我捡的 其实会不会把你们养的 白养的 妈 你也不能这么说 再喜欢大麻将 你来回忆一下 谁呀 好 我知道了 国际的高大爷 老大 是你好 回来了 是 你们这说啥 他们不让我打麻将 他身体好了 这休息就还要休息 休息就打碟麻将也可以 林小泽 林小泉知道 高爷爷也是妈妈的自私麻友 就完全就是在扯偏价 谈判陷入僵局 无奈之下 一家人冷静商议 等病完全好以后 每周只能打一次麻将 每次不能超过两小时 张大妈 无奈般的点头答应了 妈 从今天开始 你那个麻将 每周只用去打一次 好 请你 好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 高大爷突然觉得 自己的自身朋友张大妈 已经好久没来麻将室了 这天 他逮着机会 急忙向张大妈询问原因 没想到 张大妈神秘地笑了笑 给他们献宝式地 晃了晃手上的手表 咦 这是什么神奇的玩意儿呢 不就是一块火锅表吗 又有什么好炫耀的 事情还得从张大妈 由医院回家之后说起 突发脑溢血的张大妈 由于送医院急时 没有留下后遗症 手好脚好 头脑清明 张大妈那是自然的 十分高兴 儿女都在家的时候 他收敛了不少 的确遵守约定一周 只打一次麻将 可是儿女毕竟 都有自己的事业 不多久 他们都返回了自己的单位 一看没人监督 张大妈开始 扳手指掐算 离下一次打麻将的时间 还有六天 这等待的时间 是不是有点太长呢 无聊之余 张大妈经不住诱惑 又开始在麻将市和一帮好友 气起了方长 而且每一次一打 就一整天 一次儿子李鹏打电话来 张大妈说自己在家 而李鹏却是清晰地听见了 话筒对面洗牌的声音 这让李鹏又气愤又心疼 子女们口干舌燥的劝慰 对于张大妈来说 好像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相反 张大妈越发的爱上打麻将了 小徐是李鹏的高中同学 听说李鹏的妈妈生病了 这个要好的伙伴 特地的来关心一下李鹏 别提了 像我们经常在外地工作的 爸爸妈妈生病 我完全不知道 她又爱打麻将 然后我也控制不了她 我倒无所谓 我下去买个水果 我妈她都能听话 因为我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我在网上 给我妈买了一块 毛利人智能手表 就是你戴着手表 然后你可以测擦心率 然后血压 然后还有EBS定位 就是你妈妈在哪里的时候 你就可以 你自己的手机上 可以看到你妈妈的 这么厉害 想着全当事实 回去就在网上 买了一块这种手表 送给了妈妈 没想到张大妈非常开心 天天戴着这块手表 还绳着秘密的 献宝似的 展示给自己的朋友们 张大妈兴奋的告诉高大爷 这手表挺有意思的 她每天早上可以看看天气预报 就可以知道出门的时候 要不要带伞 或者多天一件衣裳 还顺便测一下血压和心率 这样可以一清二楚的了解到 自己的健康状况了 使用时间久了 张大妈发现 如果自己三天两头 彻夜打麻将 她的血压和心率 就会很不稳定 但如果按照手表的提示好好休息 身体的感觉就会好很多 看着手表上的数据显示 张大妈开始有意识地监测自己的身体状况了 她也因此开始慢慢地减少打麻将的次数和时间 有时候甚至不再去麻将馆 手表就能够把关注对象每天的健康状况 其实有时候子女对父母的关心不能仅仅只是口头上的嘱咐 行动起来 用智能科技的方式 说不定能够给父母创造更加健康丰富的晚年生活 那么目前针对中老年的健康和安全的这一类 智能手表产品 她的核心应用点和核心亮点在于 她的这个健康数据监测是24小时的 也就是说她是24小时在实施监测老年人的运动 睡眠和她的安全 女士的日子虽然过得简简单单 但是很温暖 她的大部分时间全都用来学习 虽然已经上班多年 但她始终认为学无止境 不过学习久了难免就会觉得疲惫 黄女士起身转向窗台准备放松放松 可是一切令她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黄女士怎么都没有想到 自己居住的地方原来有这么多的灰尘 就连整天睡觉的床头上都被灰尘覆盖了 黄女士开始着急起来 这样下去必定不行 不仅没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对身体更是产生了威胁 怎么办呢 黄女士思考着 突然她好像有了主意 原来她想到了自己经常在路边看到的道路作业车辆 他们主要就是通过洒水来减少路面上的灰尘 那么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借鉴这个方法呢 我就打了一盆水 然后往窗台上撒了点水 往那个楼道里面也撒了一些水 然后最后打了一盆水放到了室内 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呀 这个水盆上面有好多的灰尘 就这样简单的一个举动 我觉得效果还真的不错 其实灰尘一般都是来自于室外 通过人带进屋内或者从门和窗的缝隙飘花进来 所以通过在窗台上和楼道里洒水 可以避免这些地方的灰尘到处飞扬 如果不是目的的 也可以在房间里洒水 但是黄女士家里是目的的 她选择在卧室里放半盆水 让空气保持湿润的状态 在湿润的环境下 灰尘会慢慢的沉积 不容易漂浮 也能够减少对人的健康影响 在丰台区杨先生的家里 她却顺利用静电源里储存 在杨先生的家里 沙发上亲切用手一拍 灰尘就会到处乱飞 这样的场景 您是不是也经常看见的 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家里 都有此种情况出现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一旦躺在沙发上 就会吸入大量的灰尘 不仅污染了室内的空气 同时对个人健康也是非常不利 不过杨先生后来找到 那个除尘的好办法 其实很简单 咱们就是通过静电的原理 如果是用刷着刷的话 反而会起到反效果 这个灰尘会四出乱飞 所以说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不用刷的 我就直接用擦抹的 可以找一件不穿的衣服 或者抹布 我手里头就是抹布 但是对智力也是有要求的 必须是清沦的 把抹布洗干净 晒干之后 就顺着一个方向 快速地擦 这样它会产生强烈的静电 会把灰尘吸附到上面 这似乎真是很简单的一个办法 简简单单就能够将 沙发上的灰尘清理掉了 那么如果家里的沙发是溶面的 该怎么办呢 这就不能再用清沦材质处理了吧 说到这 杨先生还有一个妙招 假如家里的沙发是溶面的话 那咱们就找一条毛巾 把它洗干净 然后拧定 我这条毛巾是我刚刚已经洗过的了 然后把它铺在沙发上 找一个类似于圆棍的这种东西 轻轻地敲打 当你敲的时候 灰尘就会吸附到潮湿的毛巾上 如果一次没有清理干净的话呢 咱们就把毛巾再重新洗一下 然后呢 再重复 这样的话就会很干净 要想知道确切的效果 是不是真的如杨先生所说 不妨您可以先试试 其实 无论是防尘还是除尘 都是希望有个健康的环境 其实 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离不开环境 大到城市 小到家居 几乎每一处空间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污染 尘土无时无刻不威胁着我们健康 而这些防尘小窍门 便可以为我们健康和清洁的室内环境 带来帮助 广州的夏天炎热潮湿 不仅满大街的靓女小妹都是穿着清凉 在校园里 开朗的大学生们更是自意地张扬着自己的青春 展露着自己的美丽热情 然而 对女大学生蓝颖来说 即使在这样的烈日下 她也只能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 自从开局以后 宿舍里的姐妹们就发现 蓝莹特别怕风怕老 在这个略显拥挤的宿舍里 尽管门窗都开着 但是炎热的午后依然显得闷热 小姐妹们热得烦躁不安 无心阅读看书 却没有人提出打开空调 穿着长衣长裤的蓝莹发现了这个情况 赶紧对姐妹们说 你们开通饭吧 然后开通饭吧 面对同学们的体贴和关心 这个来自云南的来年 常常心怀感动 她觉得自己脱累了他们 影响了他们的生活 是他们的累赘 在操场上 她独自一人慢慢转悠着 有时候 她喜欢一个人孤独地坐着 她觉得 远离同学们 可以减少对他们的干扰 减少对他们的愧疚 同时也能让自己静静地思考今后的人生 我该怎么办 五年前 热爱舞蹈 热爱学习的蓝莹还是一个高中生 一天 独自一人在学校的宿舍里看书时 看着看着 突然觉得自己的肩膀有股紧绷着的疼痛 难道是前一天在下坡以后的操场上 跳完舞蹈 又躺在地上休息 坏事了 蓝莹心里敌不容 顺势用手捶了几下肩膀 可这种疼痛感 一直在持续 她有些吃不消了 全身无力地走向了自己的床铺 躺了下去 然而这也没有减轻她的痛苦 翻来覆去 任凭她怎么躺着都无济于事 就回不去家 因为我星期天才到学校 我那天晚上我就拿洗澡的时候 就拿很烫的水 就冲我那个被 因为我想可能冲一下就会好了 但是还是没有好 后面的话 就第二天我又冲 但是还是不好 第三天我就把那个枕头给 就 就是直接睡在床板上 因为我觉得床板是平的 我这样睡两天可能就好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 蓝莹过得越来越难受 渐渐的 就连看书写字都无法正常进行了 一动笔一拿书 肩膀就钻尽了疼痛 尤其让蓝莹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只要有风 肩膀的疼痛就更厉害 不得已 无论春夏秋冬 蓝莹天天穿着厚衣服 十几岁的年纪正是爱美比拼的阶段 看着别的女同学在假期一个赛一个的穿上漂亮时尚的衣服 蓝莹的心就一天比一天天重 她小时候的照片我都不敢看 我只能给她买的裙子 她不穿的 一看到那个裙子她就抱得哭 我从此不能穿了 从此不能穿了 因为到 到什么地方她都要戴着帽子 都要穿厚衣服 特别这个病是风一吹毛 她就说毛我就像那个 寒毛会耸得起 这个脸就像足跌一样的 手 手也会足跌 蓝莹是个坚强的女孩 尽管身体不断地在折磨着她 但是蓝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在高中阶段最需要冲刺的最后岁月 蓝莹一边让妈妈陪着到处看医生 一边认真的复习备好 虽然有时候她也会绝望 偶尔也会想想 万一有一天卧床不起该怎么办 但是蓝莹还是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广州外国语大学 东方一直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刚开始是没有说 但是逐渐到了后面 她就有点开始跟我们说 她挺难受的 但是她这个病有点奇怪 就是表面上你是看不出来的 如果你不认真观察 她这个难受 我觉得是分各个阶段的 刚刚她说是很难受 后来有一段时间是特别难受 那时候我是很真切地感觉到 因为我是一个失眠的人 然后我偶尔一里会听到哭声 我就知道她真的是很痛 她说背上会痛 这个人体都是有一个极限的吧 对 这个只能意会 可能很难向你描述这种说不了的时候 而且有的时候你病起来 你是什么都不想做的 可能这个生老病死 对人的这个对人生的思考 会比较就触动比较大 蓝莹是个不喜欢对人诉苦的女孩 刚来广州的时候 她一个人独自扛了痛苦 那时候 她尽量和同学们保持距离 极少参加同学们的集体活动 她忧郁的表情 沉默的行动 总是将同学们的热情拒之门外 一起那个玩一下滑滑梯啊 既难过又心疼 姐妹们还是想办法让她开心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 生病了之后呢 就不是太愿意和人交往 对 因为心情如果很低落的话 是很容易影响到周围的人的 我又不愿意把这种情绪传递出去 那可能更多的时间就愿意一个人看看书呀 或者是就听听音乐呀 这样子 在宿舍里 疼痛又一次来袭 剧痛让蓝莹不由的身影起来 好姐妹们立即谨慎 帮助蓝莹在背上勋结艾条 虽然宿舍的姐妹们没有学医的 但是帮助蓝莹 无论是勋艾条 按摩 电烤 还是贴膏药 凡是能做的 他们都已经很熟练了 这样子烫吗 不烫 你头发弄下来一点 烧掉 会很疼吗 有没有好一点 你这会儿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快太痛了 当室友第一次帮蓝莹 熏艾条的时候 室友怎么都没有想到 娇小可爱的蓝莹 居然已经疼到这种地步 需要用这种方法来缓解 在同学的帮助之下 蓝莹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 简单治疗 除了能够缓解暂时的疼痛之外 一切都没有明显变化 这疼痛已经习惯了 就像是身体的一部分了 这个疼痛它就是 感觉是就从骨头里面 或者是从 就很肌肉里面吧 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一个位置发出 然后就整块都痛 时不时的剧痛一旦出现 蓝莹就无法集中精力 好几年了 蓝莹除了知道自己的肩膀 见风就疼 见冷就疼以外 其他的时候 什么情况下会突然来一阵剧痛 蓝莹无法预料 她出门的话 一般那个衣服就大领的 稍微大一点领子的都不能穿 就怕被风吹到 然后如果我们平时 她吃饭 然后她就会找一个 特别没有风的地方 俗话说 久病成良医 长期的求医问药经历 让蓝莹增长了不少相关知识 也是她也越来越绝望 在生活中 除了实在忍受不了疼痛的时候 她会一个人哭一哭 更多的时候 她会仔细地穿好长衣长裤 紧要保持自己的身体 处在不受凉暖和的状态 哪怕是在广州的夏日中午 她出门也得先准备好外套 并且要戴好雨伞 回来再写了 去哪里吃啊 外套呢 饭卡 来介乎一下饭卡 我回来再写电脑了 有皮外套 不热吗 外面很帅 我怕冷 因为这个太痛了 已经痛到没有办法了 就上日上日课可能就哭了自己 然后也上不进课 晚上也睡不着觉 就每天晚上可能 宿舍同学都睡着了 然后我就一个人在哭 每天可能就只能睡着两三个小时吧 两三点 然后早晨四五点就哭了 然后那个时候呢 就已经上不进学了 就很想休学 就和家里面的人也就商量了 因为身体状况 其实很早就想要休学了 但是各方面的条件也不允许 我就觉得如果是能自己 支撑下来的话 就还是要支撑下来 后面在学校里 十一月份之后呢 我就基本没有去上课 我就晚上回学校住 然后白天我就跑了很多很多医院 蓝营的肩膀究竟怎么了 为什么疼到不能正常生活呢 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中医风湿科的韦松主任 接待了蓝营 在检查的时候 为主人发现 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小姑娘 肩颈部位已经有很明显的 肌筋膜增厚 而且肌肉僵硬质 多处的肩筋节点 有明显的压痛 皮下可触及变性的 肌筋膜及纤维小结 这是很少见的一种风湿病 是一种很容易被误准为 肩周炎颈颈椎病等疾病的风湿病 肌筋膜炎 而这种疾病 为主任可以用建立在中医理论上的一种独创治疗方法 精精刀彻底治好 假如是早期的肌筋膜炎 或者不是很重的 我们做了两三次治疗之后 都可以缓解 并且是明显的缓解 男营同学 他做了治完之后 他是觉得好了很多 他可以基本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但是还是不能长期的复案 学习 看书 长时间看书 和长时间写字 他还是不行 然后还是会有这种酸酸的感觉 确实比一般的 像他这个年龄人的肌筋膜炎 比较严重 我就进一步来仔细地做了体检 发现他的面积和部位 都比同龄人或者比 相同的肌筋膜炎的患者 比较严重 在住院的这些日子 维松主任定期来观察 蓝莹的病情 在一次查房时 维主任就告诉蓝莹 放心吧 虽然只有简短的三个字 蓝莹也是兴奋不已 他终于看到了希望 心里压了五年大时候 终于可以放下了 从他生这个病的经历来说 孩子肯定不知道 我这个做妈妈的 心里边有多伤心多痛苦 因为我不能流露出我的那种 无助和接 那种接耀 我在他灭球的时候 很淡定的 有一个医生 他就说 你这个病可能治不好了 就只能靠你平时保养的好一点 就缓解一点 保养不好 那就可能是 一直是这样了 然后我就哇的医生 就哭了当时 因为我觉得医生已经是很 就我这个病已经很难受了 你说如果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痛的话 你已经在这个疼痛当中 活了那么多年了 但是人生还那么长 我觉得就 哎呀 就觉得好像 与其这样痛着还不如 就不是很想活了 那个时候其实已经 好在蓝莹现在终于看到了希望 在手术室里 为主任大胆又仔细 蓝莹趴在手术床上 为主任在他裸露的背上 快速又准确地找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疼痛点 虽然说蓝莹的基金磨炎比别人的严重 但是经验丰富的维宗主任仍是显得游刃有鱼 我们今天在做一个 主要是在两个部位 一个是通过它的基柱 这个都脉 周围的经济 做一个疏通 做一个经济到上下疏通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它的尖达部 有了基金磨炎的反复发作的那个部位 我们发现了还有点基金磨的增厚 局部可能还有产了一些 自然因子没有被完全清楚掉 我们在这里做了针刀镜 一个是疏通经济 然后呢 同时就把残留了在基金磨 或者组织间隙的各种自然因子 以及代谢的垃圾 代谢的飞 全部给它清除出来 很快 几分钟过后 手术就做完了 韦主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 通过对肌肉 韧带 骨关节疾病深入研究 根据两千多年前的经经理论 提出横落解节法 治疗风湿病局部顽固性肿痛 建立后臂转记法 治疗风湿重症 发明了现代中医微窗经经刀 和微窗真刀镜等技术 治疗顽固性风湿病痛 形成了独特的经经微窗疗法 现在经经微窗疗法系统 已经获得国家多校发明专利 并逐渐覆盖到全国各大医院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 蓝营的肩检也明显好转了很多 想起了当年在学校咬着牙 坚持才没有退学 心里更滋生了些许安慰 她始终忘不了同学 老师及家人对她的帮助与关怀 总体上来说 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 她生理上的病痛 而这是对她最大的折磨 虽然她不能够冷 不能够一冷到 她就疼痛无比 不能够受潮 潮湿 她也对她的身体影响特别大 那个时候无论我们怎么开导 但这只是经济上 和心理上的一个安慰 一个辅导 一个思想上的引导 等她接受了韦主任的治疗 我就发现她一天一天开朗起来 她说老师你放心吧 我慢慢慢慢的 我才放下心来 现在的蓝营 经过韦主任的专业治疗 解决了80%的疼痛 韦主任说 风湿病有很多种 常见的风湿病就有60多种 而像蓝营得的这种鸡鸡膜炎 也是风湿病的一种 其实鸡鸡膜炎就是 经济系统出现了B组和病变 当风寒湿热组织经济时 就会引起肢体运动失常 出现关节肿痛 筋骨疼痛等症状 患者有酸胀 重痣 疲乏 麻木 疼痛 乏力 困倦等感觉 可伴有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 甚至关节变形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同时 也给家庭带来一定的负担